太上慈悲,大家好 如何请财神 我们先到正题咯 如何请财神 那如何去接财气 所谓我们接财气 这个气啊 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生气的气 中间是一个米字 其实这个气不是我们要接的 这个气是五谷之气 就是我们能生 吃这个五谷杂粮 才有这个生气 就是日本人说的 那个气 这不是我们要接的气 我们要接的气 是先天的正气 财神 诸神才有的那个气 那个气啊 上面是一个五字 下面四点火 就是四点 就是地水火风 看起来他是讲地水火风 什么都没有了 那就是气 那就是最大的能量 其实我们就是要有这个火 上面一个无所烧的无明火 产生了一个动力 这个动力是好的 也是不好的 所以在修行的路上啊 我们要接气 然后要调气 再来养气 所以我们现在请财神 跟请财气 两个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请财神呢 大家都会说 哎呀我们正月初五啊 哎呀大家来接财神啊 接财神 不不不 是接财气 因为请财神是 我们必须要有一些 基本的条件 比如说我们家里头 有个地方 我们可以摆个神坛 家里可以有一个金尊 财神的金尊 好多财神 哪一尊都行 画像也剩 所以我们有神桌 有金炉 有灯 有供碑 有供茶 有这些 所以我们有一个谈承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请财神 请财神 你家什么地方可以 公司单位哪个地方可以 这以后我们也会详细的给大家讲 但是基本上 我们大家 我家里不方便 没有办法供神 我的供神没有办法 顶多摆个神像 其实摆不摆都无所谓 那我们如何呢 就是接财气 接财气的步骤是什么 大家要注意 所谓的财气呢 你要去接的时候 第一个 你是发了愿 这个愿是什么 我愿意 发财 对不对 你如果说只发了愿 我愿意发财 上面的神明都说 OK好好好 你就发财吧 他不见得帮得了你 最重要的是你要发心 你发心 发愿了以后 才来骑 哪一尊财神 骑情财神在中国 我们道教或民俗里头 最简单的 就拿两个木头 丢一下 圣杯 骑到了 OK就可以了 求到了以后 他准你去求财气的时候 怎么骑呢 这个财气 我们怎么接 每年 每天 每月 每日 每时 都有不同的方向 方位 每天有不同的财神 来当职 所以这以后呢 你们大家 只要把 你自己的生成 拔制 家里的住宅方向 跟我们联络 我们会 一一的 照大家来的 先后次序 跟你们联络 告诉你们 如何接财气 接了财气以后 要怎么做 在道教 跟其他的宗教 稍微不一样的 就是说 我们可以请师父 法师 道士 这个画一张财神符 或一些正宅符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个 所谓的 这个聚宝盆啦 或者这个 神像啦 或者这个 植物啦 水晶啦 还有一些 你觉得 很珍贵 可以带财的 吉祥如意的 东西呢 请这个法师 道士 帮你加持 先把它去慧 然后再把这个 气接进来 有的需要开光 有的只要 接气就好 有了这一些 他在道士 在教你们 这些东西 该怎么摆 是不是需要供 需不需要做什么 这是布阵的部分 布完了这些以后 我们就是 按照 即时 即日 来 赢这个财气 财气迎来了以后 大家还要知道 我们有没有 酷 大家都讲 我要补酷 我要开酷 这后面我们会讲 我们每个人 在八字里头 要有这个四个字 叫 陈虚丑味 什么东西 你听不懂 对不对 以后再想说 就是说 你有这四个东西的时候 那你就是有酷 如果没有 你就要借酷 有酷的人 要开酷 以后 你才能够赚的钱 再入酷 最后 最后 不要 忘了 还愿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